是哥倫布发现美洲以来,北美逐渐成为欧洲的殖民地 吸引着许多向往自由摆脱欧洲制度的开拓者前来 随着英华北美战争的结束,英国成为北美的霸主 没有战争的威胁,北美殖民者逐渐与英国皇室的宗族关系开始异化 他们已经不再需要英国的军队的保护 然而英国为了维护本国的垄断利益,颁布了一系列高额的税收法令 1764年颁布的食堂条例,要求美洲殖民地的欧裔殖民者 必须继续大量购买英国的食堂、咖啡、酒类等商品 1765年颁布的印花税法对所有的印刷品直接升水 这些沉重的经济负担使美洲的欧裔殖民者们强烈反抗 因为他们所在的殖民地区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席位 喊出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 同时,北美欧裔殖民者们抵制并中断与英国商人的贸易往来 1766年,英国议会被迫废除了印花税法 但是第二年又开始对殖民地急需的商品开成高额的关税 殖民地重新断绝与英国的商贸往来 并通过加勒比海将这些商品走私进来 北美各地的欧裔殖民者们对英国本土与北美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主要观点认为,宗主国不证实 议员习次也不公平,故无权向海外殖民地地区直接升水 激进者甚至认为英国议会议员在欧洲对海外殖民地区没有立法权 而对英国政府来说,维护资深在北美地区的主导统治地位 而颁布的法案受到批评更是引起了英国本土政府的不安 导致英国政府向波士顿调兵 在人口只有16000人的波士顿驻扎接近7000名英国士兵 这更让殖民地的欧义殖民者认为宗主国不怀好意 想剥夺他们在北美殖民地的权利和自由 1770年3月5日,一名英国军官购买假发后回营 但假发店的店员却误以为军官没有付钱 于是向军官喊叫,他布下怀特与店员发伤口角 怀特最后打伤了他,那店员蓄留如注 愤怒的围观群众立刻包围了怀特 另外一个军官率领着几个士兵来解救怀特 却遭到了民众抛制石头 英军情急之下向群众开火 杀死了5名平民,并导致6人受伤 事件最终导致了1770年4月除查税以外 所有的付税和关税都被取消 1773年,英国政府为清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基存查业 通过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 该条例给予东印度公司到北美殖民地销售基存茶叶的专利权 免缴高额的进口关税 只征收轻微的茶税 条例明令禁止殖民地贩卖失茶 东印度公司因此垄断了美洲殖民地的茶叶运销 其输入的茶叶价格较失茶便宜50% 便宜的价格打压了殖民地本土的茶叶销售 导致很多茶叶商人无法生存 殖民地的茶叶价格被操控 北美生产出来的茶叶销售受到影响 殖民地人认为东印度公司是英国福祉的 假如他们引用东印度公司的茶叶 就等于他们继续受英国政府的压迫剥削 被迫接受英国对殖民地的征税和制定法律 所以该条例引起殖民地人民的极大愤怒 1773年10月28日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第一艘茶叶商船 先停靠在了波士顿附近的威廉要塞 后来在格里芬码头卸下了除茶叶以外的其他货物 1773年12月16日 波士顿8000多人集会抗议 当天晚上60名化妆艙印第安人上了茶船 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全部倾倒入海 波士顿清查事件发生以后 英国政府认为这是对殖民当局正常统治的恶意挑衅 被压制殖民地的民众抗议 1774年3月 英国议会通过了惩罚性的法令 这些法令明显地剥夺了殖民地人民的政治和司法的权利 1774年北美各殖民地人民展开了反对强制法令的斗争 9月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 除主持亚洲缺席外 其他12个殖民地都参加了会议 1774年10月20日 大陆会议通过了联盟条例 又生权力宣言 条例提出由此创立大陆会议联盟 大陆会议同时向英王成递了和平请愿书 尽管这次大陆会议没有提出独立问题 但它表明北美人民已经联合起来 在大陆会议的精神推动下 有10个手在1774年年底建立起了新的议会 1775年年初 马赛出赛组织训练民兵为独立战争做了军事上的准备 1775年4月18日 马省的总督获悉当地的民兵在康科德设有武器库 英军启程前往康科德 在途经列克星敦池遭遇了民兵 双方擦枪走火 美国独立战争正式打响 结果英军损失73人 而民兵则损失293人 8月23日 英王宣布殖民地军民的反抗运动为非法 12月22日 英国当局正式调派建5万英军镇压殖民地 1775年6月15日 大陆会议举行决定把殖民地的居民组建成正规的大陆军 即为美军 乔治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 同日美军成功夺取了英军的提康德罗加要塞 北美独立战争全面展开 美军为了解除英军可以由加拿大直下纽约控制哈德逊河流域的威胁 于是远征加拿大 1776年初 英军援军赶走了围攻魁北克的大陆军 战败的大陆军退出了加拿大 由于大陆军出击加拿大 英国被迫将半处的军队留守加拿大战斗力被削弱 6月 大陆军在南方击退了英军对南卡罗莱纳的警攻 粉碎了英军在南方建立基地的企图 碉堡山战以后 大陆军呼吁和平解决殖民地问题 1776年初潘恩出版了长矢一族谴责英国政府的高压政策 1776年7月2日13个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独立 7月4日通过了独立宣言 从1775年4月至1777年10月是北美殖民地的战略防御阶段 在这一阶段 北部地区主要战场英军采取了主动攻势 为避免全军覆没 美军以退为进 主动放弃了纽约 1776年9月26日英军占领了费城 美军开始以攻击孤立的敌军支队的战术来摆脱所处的被动境地 英军在控制重要城市和海岸线后 力图速战速决 1775年5月各殖民地的民兵主动进攻 并围困了波士顿 6月17日殖民地的民兵在波士顿外围邦克山战役中 首战告捷 歼灭英军1000人 从1777年10月至1781年3月 双方进入了战略相似阶段 美军开始在国际外交上获得优势 法国加入了战争 而西班牙荷兰也相继支持美军对抗英军 1778年2月 法罗伦路易十六正式承认了美国 并与其互定了军事同盟 英国为了阻止他们结盟 于是废除了强制法令和税查法 并派遣了和平使者前往费城 1778年6月 华国对英国宣战英美双方力量趋于平衡 1780年春天 英军围攻查尔士顿 同年5月 英军成功逼降了被围的南方美军 约3000名美军被俘 这是独立战争中美军损失最严重的一次 1781年4月 美军徽斯南下 一举收复了除塞凡党和吉尔士顿之外的全部南方国土 1781年4月 大陆军开始战略反攻 迫使英军退守寒线 1781年9月28日 法美联军共1.7万人完成对约克镇的合围 10月19日 驻守约克镇的英军共8000人正式投降 此后英国放弃对美国革命的压制 双方只有数次在海上和路上的零星战斗 其余战士已大致停止 约克镇围城战役之后 英国议会被迫战成议和 1782年10月30日 英美两国签署了巴黎合约的草案 1783年9月3日 美国成为美洲首个独立的国家 在美国独立后 大量保皇派进入了美国以北的英属北美地区 而保皇派的进入 直接导致了当地原本以法语为主的人口分布 被彻底改变 形成了后来的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 且由于英语和法语的文化差异 导致上下加拿大之间的分歧一直存在 对英国来说 美国独立战争间接导致了大英帝国的衰落 优优优独立帘 请不吝点赞400点